欢迎您好 我是陈琳 欢迎收看7月2日星期四的天下新闻 统计显示 全美6月份总共是有让人吃惊的80万人确诊 而劳工局周四也公布了令人意外的数据 6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激增了480万人 远远高于预期的水平 而这个新冠确诊和就业人数双双上升的情况 也让不少人是百感着急 劳工部今天公布 6月非农业就业人数增加480万人 优于比预期的323万 而且这也是继5月增加近270万人之后 再创1948年采用季节调整数据方式以来的新高 6月的失业率也随即从13.3%降至11.1% 这些数据虽然比华尔街预期的要好 但是美国的就业人数仍然比2月份少了1500万人 而且数据还暴露了长期存在的 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的问题 按种族比例 在5月到6月之间 白人失业率从12.4%下降至10.1% 亚裔失业率从15%下降至13.8% 非裔失业率从16.8%下降至15.4% 西语义失业率从17.6%下降至14.5% 今天的劳动力数据公布之后 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召开记者会 并以历史性数据和超好消息来形容这份报告 不过 就在特朗普夸奖经济复苏的同时 美国也正经历着新冠疫情的最关键时期 全国多州疫情6月都亮起了恒灯 确诊和住院人数捋破记录 美国周三新增5万人确诊 再度刷新这个不光彩的记录 葫芦里达州今天确诊过万 加州和德州紧追其后 全国多州都赶在本周末独立日到来之前 踩下了重开刹车 海滩 酒吧和烟花表演 这些吸引群众的场所陆续关闭 向民众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 今年的独立日请在家庆祝 天下卫视 电子报道